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夹西带来一局精彩的小快递 这一局小快递我们随机到的是个萌军 然后后期的经济的都是靠这个油井 这个就不像那个带宽的小快递了 打这个 油井的小快递的话呢更多的就是一边一组 那都是要很好的利用 而且在 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分析场上的情况 我们这一局准备抢个地盘 但是你看我第2个地宝没办法对吧只能放在家里面 因为下面这个弹大色的来了个肥手掏 那这样子中间这个油井我再抢的话肯定是抢不过了看到没有这个粉色3个地宝 不过还好 中间那个油井的第1次是被我们占了 注意看这个弹大色 这个弹大色还在家里面卡bug出一个框场 像他这样子造围墙呢可以省点钱啊 你看他没有那个牛车 其实输军的那个牛车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对方呢刚刚拖动了一下基地 想在这个位置的出众口 你想出众口那只能说是什么做梦 注意看中间那个粉色粉色这个家伙呢 一言不合他就把基地卖掉了 来嘛我们造个围墙对吧 一个小飞人 这样子粉色想造兵打我这个想法呢 瞬间就没了 面对我们这个飞行兵这个粉色要不要自爆呢 这个时候注意看弹大色出来了一个状况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牛车 停在那个口子按下S键 这样子弹大色呢他那个坦克永远都出不来 中间的粉色呢也是自爆了 好我们飞行兵过去直接打这个电场 家里面呢我们准备先造个电线看 目前手上的还有3000多 造了这个瓜林棒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专心专业的去整这个蛋蛋色 本身呢这个蛋蛋色是个苏军 我们要去打他其实呢还得废一番周折 主要这个家伙当时的想肥手套 所以说的火就盯上他了 好再那个地宝 但是你看这个家伙 在疯狂的造这个冻民兵啊 像他这样子不停的造冻民兵加上造地宝的话呢 我们再去拼了这个钱呢 肯定是拼不过 所以说干脆的我们就放弃不跟他抢地盘了 反正他现在是出不来坦克 而且呢你看 我们还可以在他家里面继续造围墙 这个围墙一造 他接下来想再造一个中工呢也没有位置 当然我们先在那个家里面呢造点围墙 省得对方呢延伸那个地宝 他那个小兵看没有 再打我那个牛车 他只能选择把中国卖了 我们正在整这个蛋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上面那个陈猫猫啊 他呢是发了扶哨 造了土飞机的炸往那个电线干 这个橙色的他是个美国有那个免费的闪兵 这个家伙好像把紫色的油井整了 其实现在实力最强大的是下面那个绿色 绿色的也是个韩国 而且他有两个地盘两个油井哈 这个城色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要整我 其实我们现在一点威胁都没有 而且呢我这个时候还是要整这个蛋呢 不能让他发展起来 要是他那个坦克一出来啊 造很多动民兵过来推我呢 我们这个电线干根本是扛不住 所以说你看 我们在这个蛋蛋是家里面 炸满了围墙 但是呢这个城色 还是选择要过来炸我 这什么情况 你有闪兵加上飞机 可以在家里面无敌啊 为什么要过来整我呢 我们现在实力相当的弱小对吧 就只有一个小灰人啊 他这一炸呢搞得我这个心思 就没办法去整那个蛋蛋色了 导致刚刚那个兵营被整了 这样子这个蛋蛋色就可以延伸建筑了 而且你看这个城色 又来了 这个家伙 吐飞机把我的光灵帮整掉了 整掉之后呢 他那个小兵呢就想冲进来 但是我们已经造围墙了 这个飞行兵赶快后退 这个飞行兵啊相当相当重要 目前呢是剩下最后一滴血 所以说呢 千万不能跟这个多个人硬碰硬哈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蛋蛋色 蛋蛋色往我这个方向延伸地宝加上兵营 势力要给我呢死个到底哈 我们先造围墙 但是对方呢放了个地宝没有关系啊 我们是主场优势有飞行兵啊 卖掉一个电场 然后放个地宝小兵加地宝加上飞行兵 这个家伙呢还想打我游警怎么可能打得掉 你看这家伙又来了个地宝对吧 他现在造地宝的就是浪费钱啊 然后呢他在上面又来了个地宝 想把我那个机场整掉哈 这个机场呢我肯定不能让他整掉哈 我们也来个地宝然后飞行兵加地宝打掉对方的地宝 这样子这个蛋蛋色是不是把钱都花完了你看 他现在把兵营卖了哈 选择站出去后退 这个兵不卖吗 不卖呢我们就把他打掉哈 这个时候这个蛋蛋色啊 把基地准备呢往下面拖动 因为他家里面被我用围墙呢给卡位哈 所以说呢 他只能选择把基地往下面拉 然后把重工这般要放在外面哈 他要是放在自己家里面带回我那个牛车 又过去对方跑了堵住 就是让他在瀑布的坦克哈 成色造了四个飞机 炸掉了绿色的机场 我们赶快看到没有 用这个小飞的啊打这个小兵哈 好漂亮 现在升了一星 但是对方造了多个能赶快跑 这个绿色的也有个飞行兵啊 他也想打那个小兵升级哈 现在我们这个飞行兵还不能上 因为这个蛋蛋是家里面的有那个铝带车 本身手上的有一千多块钱 我就想了造个飞机 但是想了想 造这个黑银战机的好像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因为这个蛋蛋设的有两个电场对吧 挖一套造个棍子的 我造这个飞机就是浪费钱 这个飞机我们暂时的不能去炸那个橙色 因为你要是去炸橙色 他那个小兵一冲上来啊 我就不太好顶哈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先整这个橙色哈 甩了个船场 准备造个驱逐舰 把那个矿场卖掉 这样子可以快速造个驱逐舰 驱逐舰一出 这样子这个蛋蛋车是不是他就没了呀 开局的肥蛇掏我 然后呢又给我死磕了半天 最终呢是被我们这个驱逐舰打掉邮警 不过这个蛋蛋车估计手上呢还有点钱啊 好我们打掉邮警 然后手上呢还有800多块钱赶快造地吧 这个邮警只要一整的话呢这个蛋蛋车肯定对吧要跟我拼命啊 这一回这个绿色感觉 大家看这个绿色 家里面小兵有两个三星 而且另外一个邮警边上呢有一根电线杆 我们现在 对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飞行兵也不能上对吧 因为剩下最后一滴血 我们继续上去打这个小兵升级 好对方出了多个呢我们赶快后退 这个时候注意看这个蛋蛋车 这个家伙呢要拼命的 他刚刚是造了一个坦克之后呢把中国卖掉 而且呢他是拉着基地过来啊要跟我火拼哈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提前放那个地宝 然后牛车上去扛伤害压掉小兵再那个地宝 两个地宝呢一定要操作一下打掉防空车 这样子我们飞行兵就可以过来赌刀了哈 好压掉小兵 然后飞行兵打掉坦克 你说这个蛋蛋车是不是挺憋屈的呀 一个舒服军造了一个坦克 然后呢最终竟然呢拿着这个基地跟塔克过来跟我拼命哈 但是没有用对吧 他想把基地打开我们牛车卡位 这样呢这个蛋蛋车只能寒恨离去哈 下面呢就剩下了一个三国了 离我比较近的是这个橙色 它是个美国啊有免费的闪兵 下面这个绿色的是个韩国 看到没有两个邮件 而且呢已经有两个飞机啊 本身呢按照我的脾气的话呢我肯定要去整那个橙色 毕竟呢他曾经伤害过我 有仇啊肯定要报 但是呢我突然直接想起了著名的红镜教育家 甲教授的说不一句话 忍一时风平浪静 做人一定要搭气 想到这里呢我就想着对吧 不去整那个橙色了 我们还是要一心一意的先整这个绿色 毕竟这个绿色实力比较强大 而且你看对方三个飞机起飞呢 想过来整我来嘛 我们把机场一卖 然后爱国者打掉飞机 哎呦一下整掉两个 没办法打飞机呢 我们比较专业 这个绿色的架势很明显呢 他就要一打二哈 standing by square the w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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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